论语献问第十四 献问篇一 献问耻 子曰 帮有道 谷 帮无道 谷 耻也 献问篇二 可 罚 愿 欲 不行焉 可以为人矣 子曰 可以为难矣 人则无不知也 献问篇三 子曰 适而怀居 不足以为是已 献问篇四 子曰 帮有道 为言为行 帮无道 为行言孙 献问篇五 子曰 有得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得 人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人 献问篇六 南宫是问于孔子曰 亦善设 奥当周 拒不得其死然 宇记公嫁而有天下 夫子不达 南宫是出 子曰 君子栽若人 尚得栽若人 献问篇七 子曰 君子而不仁者有义夫 为有小仁而仁者也 献问篇八 子曰 爱之能勿劳乎 忠焉能勿会乎 献问篇九 子曰 为命 必成草创之 世书讨论之 行人子于修士之 东里子产润色之 献问篇十 或问子产 子曰 惠人也问子兮 曰 比哉比哉 问管仲 曰 人也夺博士便宜三百 犯书时 没齿 无怨言 献问篇十一 子曰 平而无怨 难 妇而无交 义 献问篇十二 子曰 梦工作 为照 为老则忧 不可以为疼 薛大夫 献问篇十三 子禄问成人 子曰 若赃武众之之 工作之不欲 便装子之勇 染求之意 闻之以礼乐 亦可以为成人以 曰 经之成人者 何必然 见力思意 见为寿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为成人以 献问篇十四 子问公书 闻子于公明甲 曰 姓乎 夫子不言不孝 不取乎 公明甲对曰 已告者过也 夫子时然厚言 人不厌其言 乐然后孝 人不厌其孝 亦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 子曰 其然 其其然乎 献问篇十五 子曰 赃武众以防 求为后于鲁 虽曰不要君 无不信也 现问篇十六 子曰 静闻公爵而不振 其还公振而不绝 现问篇十七 子路曰 还公杀公子鸠 照呼死之 管众不死曰 为人呼 子曰 还公酒和诸侯 不以兵车 管众之力也 如其人 如其人 现问篇十八 子贡曰 管众非人者语 还公杀公子鸠 不能死 有相知 子曰 管众相还公 霸诸侯 一筐天下 明道于经受其次 为管众 无其被罚所任意 岂若匹夫匹父之为量也 自经于勾读 而莫知之也 现问篇十九 公书闻子之臣代福尊 与闻子同身诸公 子闻之曰 可以为闻义 现问篇二十 子言为灵宫之无道也 康子曰 夫如是 昔而不丧 孔子曰 众书与至宾客 筑陀至宗庙 王孙甲至君旅 夫如是 息其丧 现问篇二一 子曰 其言之不作 则为之也难 现问篇二二 臣臣子是简公 孔子木玉而朝 告于哀公曰 成恒是其君 请讨之公曰 告夫三子孔子曰 已无从代福之后 不敢不告也 君曰 告夫三子者 知三子告 不可 孔子曰 已无从代福之后 不敢不告也 现问篇二三 子路问世君 子曰 物欺也 而犯之 现问篇二四 子曰 君子上达 小人下达 现问篇二五 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 经之学者为人 现问篇二六 瞿伯玉使人于孔子 孔子于之作而问焉 曰 夫子何为 对曰 夫子欲寡其过 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 始乎 始乎 现问篇二七 子曰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现问篇二八 曾子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 现问篇二九 子曰 君子使其言而过其行 现问篇三十 子曰 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焉 忍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子贡曰 夫子自道也 现问篇三一 子贡方人 子曰 四也 贤乎哉 夫我则不暇 现问篇三二 子曰 不换人之 不己之 换其不能也 现问篇三三 子曰 不逆诈 不义 不信 意义先觉者 是贤乎 现问篇三四 为生母为孔子曰 邱 何为是七七者语 无乃为宁乎 孔子曰 非敢为宁也 即故也 现问篇三五 子曰 既不称其利 称其得也 现问篇三六 或曰 以得抱怨 何如 子曰 何以抱得 已知抱怨 以得抱得 现问篇三七 子曰 莫我之也 夫 子贡曰 何为其莫之子也 子曰 不怨天 不由人 下雪而上达 知我者 其天乎 现问篇三八 公伯辽 宿子路于继孙 子福景伯已告 曰 夫子故有或至于公伯辽 无利由能似诸是朝子曰 道之将行也 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 与命也 公伯辽其如命和 现问篇三九 子曰 贤者辟是 其次辟的 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 现问篇四十 子曰 作者七人已 现问篇四一 子路夙于十门 城门曰 西字 子路曰 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与 现问篇四二 子及庆于为 有何愧者而过孔氏之门者 曰 有心灾 及庆乎 济而曰 彼灾 坑坑乎 莫及之也 私以而已 身则利 浅则皆 子曰 果灾 莫之难以 现问篇四三 子张曰 书云 高宗亮音 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 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 君轰 百官总及已听于总载 三年 现问篇四四 子曰 上好礼 则明义时也 现问篇四五 子路问君子 子曰 修己以敬曰 如私而已呼 曰 修己以安人曰 如私而已呼 曰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 遥顺其有病诛 现问篇四六 元壤一四 子曰 幼儿不孙弟 长儿无树烟 老儿不死 是为贼以仗寇其境 现问篇四七 却党童子将命 获问之曰 义者与 子曰 无见其居于谓也 见其与先生并行也 非求义者也 欲速成者也